大家好 欢迎来到循迹慢聊 前一阵听说一个特别好玩的事 北京有一家叫做治良知四合院的培训机构 教的课主要是王阳明新学 而且学生都是企业高管 这些高管每天在一个封闭式的环境下学习 学习的时候没收手机 学完了还要卖这家培训机构的书 好把一些新成员拉进来 咋听咋向传销 而且我认识的一个女孩就参加这个培训 然后给我们发微信 说今天我们公司让我们去参加培训 每个人都得哭 你忏悔 你想想你干了什么错事 哭 自个人写小纸条 得哭 手机都得没收 晚上两点才能睡觉 早上起来六点就得起床 然后导师在上面眉飞色舞的讲 他跟底下话小人 结果被没收了 被没收就讲这事 我就说怎么听 怎么像个骗子 说我准备离职 我不在这家公司待着 太讨厌离职 后来好多人就劝 你别离职 你们这公司老板这么好骗 你跟这儿待着挺好的 挺好的 所以更要命的是 这些骗小孩子的把戏 把那些高管忽悠的受益非浅 他们把传销那一套搬到公司里 什么每天早上要提前半个小时 到单位进行早读 所有员工的座椅只能坐三分之一 有明白人就能听得出来 这都是胡闹 好言相劝说咱别这样 结果这些敢说话的人都被辞退了 都被辞退了 这个新京报采访的时候就写过 说每次所谓的治良知四合院 搞培训的时候 都有学员报警 但是警察来了也没辙 说因为他这没犯法 你们是自愿参加的 其实他不是自愿 是企业要求 像我们的小妹妹 他就不愿意来 企业说你必须去 你得去洗洗脑 洗洗心 他就必须得去 最后都是企业给调节这事 所以这帮人发财发老了 有人就采访治良知四合院 工作人员表示这么培训 是为了让学员能够复制 王阳明的成功 王阳明就是王守仁的 听过我讲明史的小伙伴 应该有点了解 王守仁 这个平定明王之乱 创建新学 有人讲 说中国古代的人 成功 有所谓的三不朽 就是利得利言利公 视为三不朽 都能做到的 太少了 你比如说 文天强岳飞 利得利言 没利公 对吧 那文天强国破家王 有什么利公的 岳飞自己惨死风波亭 有什么利公的 孔圣人利得利言 也没利公 关云厂只是利得 连言和公都没有 所以说能够做到 利得利言利公 三不朽的 你比如说 这个王阳明氏 曾国藩氏 对吧 利得不用说了 自己道德楷模 利言都有著作传世 利公曾国藩 平定太平天国 王阳明平定宁王叛乱 皇上没等从北京出兵 这个王阳明就已经把宁王秦了 以至于皇上觉得很不过瘾 因为当时的皇上荒唐天子 明武宗 真的还没出马 你就给他秦了 不用放着他 我再抓他一遍 能到这种程度 所以但是知道王阳明的故事 你就知道王阳明的成功是什么 是新学吗 不是啊 他立功是带兵平叛 那带兵平叛一般人能学吗 你要能学 那也得有叛乱 让你去平 其实今天这帮人能这么吹捧王阳明 就是因为近十几年江湖学者们把这个人给神化了 问题在于王阳明是圣人不假 但他没有那么神 那就只有过度解读这一种办法 最早给王老爷子玩过度解读的不是中国 是日本 日俄战争当中 东乡平叛廊 歼灭了俄国太平洋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 带着黄种人第一次在正面怼翻了白人 战后顺理成章 成了军神 据说在给东乡平叛廊的庆功会上 他面对一片夸赞之声 没有自吹自擂 只是拿出了自己的腰牌 誓语众人 上门刻了七个大字 一生俯首 拜扬名 这事真伪有待确认 最起码日本正史之中没有这样的记载 咱且不说东乡平叛廊研究没研究过 如果他真研究过王阳明 那也是被他给弄跑偏了 王阳明提出的思想 核心在于知行合一 行这个字好说 就是行为 知从哪来 以前有种说法叫格物置之 对着一件东西一动不动的瞅 瞅完了你就能顿悟 这种说法一开始 王阳明也信 有一回对着竹子格物置之 结果正在那格着呢 下大旺雨了 正常人这个时候得收衣服进屋了吧 王阳明没有 还跟那格 格不出来不走 最后被交的发高烧 好悬没挂了 这件事他也就明白过来 格物置之这招根本就不好使 既然之不是从格物中来的 从哪来 之后很长时间 王阳明通过自己的研究 得出了一个新的结论 那就是知从心中来 为了解释这个结论 他创造了著名的四字教 无善无恶心之体 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之恶是良知 为善去恶是格物 这四句通俗点说就是 一切善恶心是一切善恶的本体之源 意念一动就产生了善恶 如何判断善恶 分辨善恶才是真正的良知 所以你要理解王阳明的四字教就必须掌握两点 一点就是心中必须有善念 做事要以善为出发点 而不是以密意为出发点 不是以骗钱为出发点 第二点就是明白目标马上就去做 这点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知行合一 所以说知行合一的前提是善念 这一点才是扬明心学的精髓 你说那个智良知四合院培训 卖光盘卖什么书 这不是为了挣钱吗 你是为了善念吗 公司领导让你去参加培训 是不是为了让你听话好 更好的压榨你 他是出于善念吗 都不是 再看一生俯首拜扬明的东乡平巴朗 咋做的 大伙都知道他是对马海战日军指挥官 很少有人知道他是甲午战争的发起者 中日甲午战争期间 他是日本海军浪速号巡洋舰舰长 1894年的7月25号 浪速号和秋金州号吉野号 一起伏击了北洋舰队的纪远广乙 广乙力战迅国纪远代商撤退 正当纪远舰向西急退的时候 清朝的两艘运输船操江高升路过这片海域 结果操江号被日渐俘获 上面有20万辆白银的军响 东乡平巴朗要求载有1100多名清军的高升号投降 高升号的船长说自己是英国商船 拒绝投降 结果东乡平巴朗下令开炮 高升号被击沉 1100多人类只有几个英国人被救 其余的漂浮在海上的清朝陆军根本就没人管 第二天一艘法国船路过这儿救起了幸存的200多人 军学最核心的善他学到了吗 一点没学到吗 按照国际惯例军舰把敌方船只打沉以后 要在确保自己安全的情况下 有义务救援落水船员 因为这些人已经丧失了反抗能力 但是东乡没这么做 而是扬长而去 所以从人性来讲 这就不叫善 另外呢 无论是甲午战争还是日俄战争 日本没有保家卫国 都是侵略抢地盘 东乡平八郎在两场战争当中活动在第一线 这也不叫善 所以东乡平八郎说自己一生俯首拜阳明 绝对是拜错了牌味 王老爷子权下有之 绝对会气活过来 再者说 日本能够打赢这两场战争 靠的是国家上下一心 将士三军用命 跟拜不拜王阳明 没有一毛钱关系 但不可否认的是 这种崇拜王阳明的风气 打这儿起风靡了整个日本 那种想好了就干的知行合一 被日本人奉为闺女 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之下 日本人发起了南京大屠杀 偷袭了人中港 一直打到广岛原子弹 这种风气在日本流行的时候 也跟着飘洋过海到了中国 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一批日本留学生 都信王阳明那一套 社会上掀起了一套阳明热 你知道后来蒋介石退守台湾 台湾的草山就被他改名为阳明山 山脚下就立着王阳明笑 不过当时大多数人都能看明白 这东西蒙人没那么靠谱 国家要想强大 得去争取独立自主 得发展工商业 不能光用这种心灵鸡汤 蒙蔽自己 所以王阳明提的什么智良知 知行合一 充其量 也就是那个时代 一种朴素的世界观 没有方法论 今天参考意义不大 也不是人家成功的原因 你要是过度解读一个人 就很容易跑偏 就比如我看很多人学曾国藩 曾文正宫 看曾国藩家书 句句不离中校结议 把他奉为神明 那你想曾国藩为什么成功 是因为剿灭太平天国 这里面干的狠事多了去了 后来英法联军入侵北京 前逢皇帝让曾国藩带兵 北上秦王 曾国藩怎么干的 给朝廷写了一封信 写的那叫一个诚恳 临表涕零 就差给皇上掏心掏肺 可是实际上怎么做 按兵不动 保存实力 说实话 这也是他最后能得以善终的一个原因 有实力 皇上就不会动你 你说曾国藩家书里能写这个吗 你学曾国藩家书 能学到曾国藩怎么成功的吗 还有最近这些年 有人看了乔布斯传 觉得乔布斯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偏执 我不也是吗 那我做手机肯定也能成功 乔布斯传是大众读物 是给普通人探的 讲怎么做电脑 怎么做手机就没人看了 所以就给你写点这个 你读了之后 觉得这是人家成功的原因 那乔布斯也太好当了 人人偏执 人人乔布斯 所以千万不要对历史名人 这个做过分的解读 你能解读到的 大概率根本就不是人家成功的原因 好了 由一家不靠谱的培训机构引发出来的故事 今天就聊这么多 喜欢我节目的话 大家可以在循迹讲堂APP 或者YouTube上订阅循迹慢聊 谢谢大家